太阳之神清智鼓励 竟然被一位凡人之手接下 随着男子如阵发力 太阳神的配件开始不断的碎裂 在男子侵略的笑声之下 神剑竟被他一把猛的斩碎 曾经高高在上的太阳神神体 如今却悲惨地倒于一名人类手中 你认为强大的罗卡会这么容易死吗 我可是暴力之王 看着嚣张的罗卡 又一位神体看不下去 只见漫天飞雪化作一条寒冰巨龙朝着罗卡呼啸里去 释放这一技能的赫然是冰雪女神斯卡 但嚣张的罗卡不省 并接下了这道攻击 踢标满是寒冰副作 不仅没有为血量60%而担忧 反而激动地大笑了起来 无尽的狂暴之力不断从他体内涌出 席卷着四周的众神 受到威压的众神皆是眩晕得无法动脑 罗卡兴奋地举起巨斧 正打算来一波最后的收割 可此时偏降一想 两道惊雷只是片刻便砸落在了罗卡身上 随着烟尘散去 强大的雷击仅是一击 便把罗卡的血条削弱到了只剩百分之三十 宙斯和雷神骂 两个只会放电的臭丑 就凭你们也想拦我 可一旁的宙斯和雷神面对着嘲讽 直接选择了无视 只是恭敬地朝着远处行阵 罗卡顺着他们的目光看去 只见一道背影缓慢地朝他飞来 这个周身散发着王霸之气的神体 赫然是众神之王 世界的缔造者奥丁 面对着此人罗卡也不敢怠慢 飞身向上斩去 可奥丁仅仅只是随手一挥 万千长矛封锁了罗卡 所能躲避的一切地方 强如罗卡也只能看着 无数的长矛贯穿他的身体 在他冰死之际 奥丁在众神的簇拥下 缓步走向了罗卡 多可惜啊 人类制强者暴力之王 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归顺到我的羽翼之下 成为我的左膀右臂吧 闻言的罗卡放声大笑了起来 就这样 言罢他对着这位众神之王 比了一道国际友好手势 太可惜了 奥丁弥喃着一手花刀 眨得下去 至此 人族最强者罗卡就此死亡 你已经死亡 你的等级已经下降 并且你会掉落一件装备 一道机械的声音也随之响起 这是一款虚拟与现实的游戏 名为洛罗 几年前这款游戏凭空出现震惊的世界 几乎无法与现实区分开来的感觉 比地球还大的世界 再加上说话和行为 像真人一样的人工智能 他曾是这个世界的最强者 暴力之王罗卡 但自从奥丁的出现压制了他的遗弃 这已经是他第八次被奥丁撕醒 每次死后等级都会下降 装备也会随机掉 我把一切都给了落罗 我宁可死也要把那些混蛋打掉险 这已经是我第一百次复活 随着我最后一丝力量被炸开 这次我失去了所有等级与装备 落罗的传说 最强大的个体玩家 悲惨的结束 现实的罗卡从游戏仓中醒来 脑松成怒的不断地敲击在房屋地板上 楼下的邻居见到这样见怪不怪的 没记错又该交房租了吧 我得赶紧把黄金卖给了 可起身后的他却愣在了原地 只见原本堆放着游戏仓的地方 此刻竟空空如也 四处打量后 他发现了地上的手机 一条短信霸占了屏幕 虚拟现实游戏落罗即将发布 震惊之余 他赶忙冲出了家门 发现这是他三年前居住的小区 这个便利店也是他三年前经常光过的 甚至知道店员的名字 确认穿越后的罗卡 罗卡大不留心地向外冲去 在不断地发泄后 停在了街边的电线杆下 大汗淋漓地他努力让自己冷静了下来 无断回忆着过往对抗众神的点点滴滴 原想到这 他灵光乍现 难道这一切都是那个男人搞的苦 随即只见他猛地大吸一口气 奥丁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对吧 你给我出来 这个人族至尊强准 就因为在大街上大声嚷嚷了几句 就进了橘子 站在橘子门口的罗卡越发地激动 他望向了一旁的电线杆 沉默了半场之后 猛地砸了下去 满头鲜血的罗卡大笑了起来 看来不是那家伙的幻景 我也并不是在做梦 就因为那个家伙 那个自称众神之王的奥丁 在他和众神的合理中 罗卡不断地死亡 但这次他并没有等待游戏的重变 因为他重生了 回到了一切开始的地方 既然命运给了我一切重头来过的机会 那么等着吧奥丁 这次我一定不会输 一处无管之内 几点罗卡不断地 这种攻击 沙暴也扭曲成了奇怪的形态 一旁的人看着这杂乱无章的工法 都是十分的硬刺 罗卡望着这群无知的路人笑了起来 这可是他上一世经过 无数磨炼创造的打法 一旦领主发售 武术热潮立刻开始 像用挂了键盘鼠标的玩家 对于洛罗这种拳脚式VR 是很不习惯的 紧接着他并没有就此结束 他又来到了器械区 不断强化着自己 直到历劫才停了下来 他为何这样不断地折磨自己强化自己呢 因为他清楚明白地 认识到了身体控制能力的重要性 他想再一次站在人类的底端 击败那群自称为神的家伙 很快一个月变过去吧 罗卡第一时间便购买了登陆舱 开始了这一世的领主游戏 随着倒计时的结束 一片漆黑中亮起了一米光 紧接着罗卡便猛地睁开了双眼 映入眼帘的便是绚丽的星空 很快在罗卡的面前汇集了一段 这便是领主世界的入口吗 说出你的姓名 在一个战火纷飞的小镇 无数哥布林们肆意地破坏着村庄 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人们见到他们都只能慌忙逃窜 而刚重生而来的罗卡不断打量着四周 地旁不知死活的哥布林想搞偷袭 谁曾想下一刻罗卡握起长腹 朝着哥布林轮头一棒 而哥布林呆愣的片刻 便被这股强大的力量一分为二 伴随着他不断地杀戮 系统奖励了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获得了天生战士的称号 效果力量加一 这就是这个虚拟世界的特色 当一个人做到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时 系统便会出现 要么它会提高你的属性 要么它会给予你一个特殊的能力 而此次新手任务非常简单 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避开哥布林逃离村庄 但罗卡显然不打算如此 上一世有个用户并没有按照系统指令逃跑 他在村庄中存活了下来 因此他也获得了极高的特殊奖励 但我可是罗卡 暴力之王 我的目标可不是活下去 我的目标是杀光他们 至此他开始了他的屠杀 杀之下很快改为了逃窜 总共25只怪物 如今被杀的也是寥寥无几 剩下的也都聚集到了把身边 但谁曾想罗卡 却并没有打算放弃 他来到了一处药店门口 在他斩杀了偷袭的哥布林口 他艰难地拿下了药店内的恢复药水 赶忙狼吞虎咽地喝下 有着药水的加持 他很快便恢复了过来 与此同时远处传来了咆哮 这声怒吼正是作为Boss的哥布林之王所发出的 既然你想找死 那我就一并成全你 远处的哥布林王看着眼前狂妄的男子顿时怒鼓中哨 只见他挥刀一指 剩下的哥布林们便一拥而上杀向了罗卡 望着众多的怪物 罗卡随即便掏出了两瓶药水浇在了身上 药水正是刚才在药店所获取的强化药水和灵巧药水 在速度和力量的加持下 冲在最前方的哥布林被罗卡几时一击就打飞了出 撞在了一旁的墙上 而倒在墙边的哥布林都还没做出思考 便被罗卡捕刀 一脚落下血剑当场 看到这一幕的小哥布林们坚是愤怒的气气扑了上去 但他们殊不知迎接他们的即将是罗卡无尽的毒 上一刻凶悍的哥布林 下一刻便伸手易出 只见罗卡不断挥舞着巨坟 而随着他每一次的闪身便会有一名哥布林死亡 仅仅只是几个照面 怪物们便死伤无数 随着遍地死去的怪物化为血水 系统在此出现了 恭喜强大的勇士 你完美战胜了大量比你强的对手 因此将会获得大量的属性提升 罗卡看了看惊人的属性面板 随后便望向了远处的怪物 有了这属性 可恶的砸碎们 让我来终结你们吧 这个男子有个坏习惯 喜欢当着人家爸爸的命中 仅存的小哥布林也都惨死在了罗卡的巨坟之下 见此情形一旁的哥布林之王怒火中烧 直接他掏出了巨大的刀刃 逃着罗卡猛的一鱼 没分享罗卡竟用巨斧音扛下了这一击 随后迅速地躲避着Boss的攻击 伴随着Boss反怒的一刀落下 地面在这一击之下爆裂坛 激起了大片的灰尘 突然一道身影快速地从扬起了灰尘中身 哪怕你再高大再强 哥布林也只是哥布林 翻不了天 伴随着他猛的跃起 举起巨斧对着哥布林之王的脑袋 就是倾尽全力的一击 巨斧猛地砍在了Boss的脖子上 就在罗卡以为一切都结束了的时候 一双眼睛亮起 只见罗卡的巨斧并没有砍断爆 正当罗卡诧异至急 Boss一把抓住了罗卡的手 动动地砸在了地面之上 强大的力量促使罗卡血量骤减 而Boss也是乘胜追击 想一脚终结此人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只见罗卡一个闪身 裸过了袭来的大脚 望着眼前强横的Boss 这位暴力之王将会做何选择呢 一个恐怖的计划 很快就在他脑袋下 在哥布林之王错愕目光之下 他转头就跑 而懵圈的他 很快也反应了过来 他跑 他追 他插翅南飞 Boss很快便跟随着罗卡 来到了一处楼房前 而躲在房屋之内的罗卡 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来临 他看着手中最后的抗性卷种 还在思考着接下来的计划 和下一刻他身侧的墙壁便破碎 Boss身影赫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哥看您消消气 咱好好谈谈呗 哥布林之王并未搭理 迅速地跑罗卡 罗卡拼命地闪躲 可怎奈何摆命一输 面对这必无可避的最后一刀 罗卡本想以巨斧抵挡一刀 但怎奈何完全抵挡了 就轰飞了出去 好在在刚才战斗之前 他捏碎了倦敌 获得了抗性 在抗性的加持下 他的血量也定格在了百分之时 面对着不断走来的Boss 他拼尽全力地扔出了最后一刀 但Boss只是微微侧头便躲过去 可罗卡却没有丝毫恐惧 无脑的大块头 这场战斗是我赢了 严大Boss身后传来的声响 吸引他的注目 只见刚才罗卡扔出的斧子 砍断了支撑房屋的幕后 而另一边站在窗前的 罗卡比出了国际怪用手势后 在Boss注视下跳了下去 随着罗卡的落地 房屋轰然倒他 而Boss也被无数的砖瓦锁 昨天一声爆炸 哥布林之王就此终结 只见他的面前系统 不断宣布着脚兵 因你第一个打败了超时级的怪物 你获得了三个特殊手势 一 如果你与众高等级的怪物战斗 你将提升百分之十的证明 二 伴随着你面对的敌人 越多你的抗性将越高 最高提升百分之三十 三 你将获得NPC的青睐 可为何他能做到如此夸张的反杀 因为他正是重生归来的暴力之王 而上一世就在他登陵人类顶端的时刻 出现了一个异端 他名叫奥丁 不知道他靠什么样的条件 收服众多高手为他效命 他们改头换面 以希腊和北欧诸神的名字作为代号 望着一开始变如此夸张的属性面板 罗坎却十分不满地返回了新手村 因为想要对抗那个人还是不够 你想要变强吗 只见训练场门口 站着一位面色极其严肃的老者 但谁曾想老者再见到罗坎后 突然性情大变 他友好的上前欢迎着罗坎 而这全归功于刚才所获得的 特殊属性之一的NPC的青睐 在他还在诧异之时 老者直接拉着他进入了训练场 只见无数新手都在此处不断地训练 但怎奈何他们的力量太不薄 丝毫无法撼动人偶 但罗坎却不同 只见人偶在他不断地轰击之下 很快便碎裂了开来 力量加一 罗坎望着系统的提示更是干劲十足 再次投入了训练之类 一旁的路人都不禁嘲讽这个拼命的男人 打碎一百个又等他 有什么用啊 文言的罗坎并未领回 仍是不止不休地轰击着 在持续到第十天的时候 一道声音叫停住了他 他回头望去 来者正是之前的老人 我在一旁关注了你十天 仙异的少年啊 想去更高的层面锻炼吗 一旁的罗坎错愕地望着老者 但变强的机会他怎会错误 在老者的带领下 他们来到了一处山洞之内 只见山洞最深处有着一扇大门 里面有着数之不尽的人偶 望着眼前危险与机遇并存的失恋之敌 罗坎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 但谁曾想他前脚当进来 大门就紧紧地关闭 与第一层的木桩人偶不同 随着大门的关闭 人偶动了起来 而一边的罗坎严振一带 来吧砸碎们 让我来击碎你们吧 经过了三天三夜的熬战 他终于离开了那处满是人偶的房间 而随之而来的便是铺天带地的系统提示 坚定的勇士 鉴于你完美地完成了任务 你将获得大量经验和两个特殊称号 一 哈罗工人效果 升级所需的经验值减少10% 坚定的决心效果 当你生命值低于5%后 你所有属性将提升50% 罗坎看着已经达到上线的属性面板效果 在一座名叫赫顿的城市之内 有着各式各样的转值功会 而随着罗坎的踏入 一个粗犷的男人迎了上来 经过了反复确认后 罗坎成功转值为了一名狂战士 但奇怪的是 他的等级虽然回到了一级 但他的属性却仍然保持着5世纪风银的属性 如果想靠自己一个人打扮奥丁和他的走口 那肯定非狂战士莫属 狂战士可以使用技能增幅他的属性 这对于他这样极高属性的人 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最重要的是 上一世奥丁砍下了罗坎的脑袋 这一世奥丁的头颅也得由我来拿下 望着愣神的罗坎 壮汉还想上前指导一番 谁曾想抓住斧头的罗坎 仿佛达到了一种新的境界 头就如同他的手臂一般 无比的灵动自如 这时罗坎的优秀表现又引起了系统的注意 是否愿意寻找狂风的踪迹 如果完成任务将获得隐藏专属转职 罗坎见此情形欣然点击了接手 然而隐藏转职哪有那么好完成 大街上罗坎抓耳挠腮地思索着何谓狂风 但他这一举动也吸引到了周围的路人 一旁一位25级的重骑士站了出来 他对着举止怪异的罗坎使用了探查之术 却发现人均20级的场地此人却只有一级 他镇定自若地调侃起了罗坎 看着漠不作声的罗坎 他越发嚣张了起来 不经过人家允许就探查本就是很过分的事 你想死吗 此话一出这场战斗一触即发 谁曾想下一刻这名身为25级的骑士 居然先手发起了偷袖 但他的进攻无一例外都被罗坎轻易地驳赏了开来 接下来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面对着悬殊的等级 罗坎却不断斥实精神地轰击着男人 随着罗坎某的蓄影 一拳仿佛贯穿长红一张红的 而男子殿余的牌甲竟是在这一击之下破碎了开来 最终在这一拳之下暴毙而亡 宛如杀神般的罗坎扫尸的四周 还有想挑战的呢 一个一个来